一般的做法都是冬瓜直接拿来煮汤,今天分享的是冬瓜汤的新做法,加入西红柿一起煮汤,酸甜清香,很开胃,一直以来西红柿作为煮汤的食材搭配鸡蛋最多了,这也是一道经久不衰的家常小汤品了,那么给西红柿汤换个新做法,也就是换一个新搭档,和冬瓜一起煮汤吧,真的很好喝。 西红柿含有丰富的营养,又有多种功用,被称为神奇的菜中之果,它所富含的维生素A元,能促进骨骼生长,防止沟楼病,眼肝脏症,夜盲症及某些皮肤病的良好功效等等。 冬瓜汤 1.食材准备 西红柿一个,去皮洗净切小块,冬瓜一小块,去皮洗净,切薄片,香葱末一点。 2.热锅热油将西红柿煸炒出西红柿汁,倒入适量的热水煮沸。 3.再放冬瓜片 大火煮开两分钟,看到冬瓜明显变透明就行了。 4.最后关火放入莲条位,装完后撒入香葱末即可。 4.热锅热小提示,1.西红柿煮汤一定要先炒一下,比直接煮的西红柿好喝很多。 2.冬瓜片切薄一点,稍微煮一下就熟了,不需要时间太长,否则就化开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一边 2.1